在老师陈梦泽的指导下 新竹市建华国众学生陈以和细心的为水彩画作上色 陈以和小时候曾经被鉴定出有书写障碍 但天生的障碍没有达到他 陈以和反而在绘画与艺术领域上找到更多发挥的空间 学习的话就是写字或写文章的时候 比较容易可能稍写几个笔画或者是写凡之类的 那就是经过提醒然后多花时间去观察 然后就是花更多时间修正其实就可以了 画一张画你画太黑你就用白色把它补救回来 你画太白你就越把它画黑 你即使把整张画都画黑了你也可以救回来 就是一个在画画的时候可以得到舒压 然后很自由很快乐的感觉 谈到陈以和树科导师陈梦泽指出 陈以和在想象力跟色彩的表现上都极具个人特色 例如老师上课教的东西他会加以运用与转化 而在学习的过程上态度也非常严谨与认真 也是他的优点之一 以和他其实在我任教是水彩 那水彩的部分我看到的是他在想象力跟色彩的表现上 他都有他个人的一个特色 比如说在水彩方面他就会有一些 个人的那种情感去投入在画里面 那不会只有说老师教给他们的那个 尽量表现的东西而已 他会再加一些自己的想法跟 他的个人的色彩进去 虽然有天生的书写障碍 但陈以和用自己的努力学习 克服了天生不利的条件 最近陈以和参加北区美术班数科连招 在八百多名学生中拿到榜首 未来渴望进入第一志愿的师大附中美术班就读 凯破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